謝謝主席 本時邀請我們NCC的詹主委 詹主委請備詢 委員好 主委好 主委很多人在關心 我們使用的大哥大手機 它的上網速度如何 NCC每一年是不是都有編預算 在做速度的測試 對 就是說這個部分 我們基本上因為速度的測試 一年都超過一千萬 是不是這樣的 今年編一千一百萬 去年編一千五百萬 每一年我們NCC都花超過一千萬 在做行動手機上網的速度測試 是這樣子嗎 對 那受託單位都是電信技術中心 這個單位是哪裡的 這個單位是一個法人 對 他是一個法人 對 是嘛齁 可信度應該很高嘛 是 好 那測試的結果 夏威者知道嗎 我們有公佈 你公佈什麼 我們公佈的是 我幫你公佈在這裡 請問有誰看得懂 你做的上網速度測試 結果我們NCC只公佈啊 平均的速度 也就是呢 不分業者 不分區域 全國的一個平均速度 那你為什麼不公佈 各別行動業者他的上網速度呢 遠傳說他的速度最快 台歌大說沒有人比他快 中華電信說他天下無敵 那到底誰最快 為什麼不告訴我們 你這個錢是誰的錢 消費者的錢嘛 對 納稅人付的錢嘛 那你去做了行動上網的速度測試 為什麼不讓我們知道 這個部分是這樣 而且你做的測試啊 你是深入到村裡耶 到各縣市去做耶 那你也不分區域 你至少告訴我們 假設啦 我在台南 然後在我們台南市 哪一家行動業者 他的速度最快 或者是他的 上網的效率如何 你讓我知道我消費者 我可以選擇 我要使用哪一家 電信公司的手機嘛 結果 消費者出錢 消費者看不到測試的結果 主委 是 這個要公佈給人家知道吧 你們不公佈我告訴你啦 因為電信業者給你們壓力啦 你們不敢公佈啊 公佈出來啊 公佈遠傳第一 你就得罪了台歌大 得罪了中華電信 沒有 這個跟汽車一樣 交通部那個汽車碰撞測試啊 從來不敢公佈 哪一家 的那個成績如何 他只公佈說過或不過 有沒有及格 官員都這樣啦 沒有跟委員說明一下喔 你告訴我可不可以公佈個別業者 我想 可不可以依區啊 告訴我們哪一個縣市啊 哪一家行動電話公司 他的速度最快 這最基本的吧 我想依到 依照縣市或者是區域的話 我覺得這個部分應該是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喔 對 那但是個別的業者 可能他就會牽涉到 因為他會影響到這個市場 而且這個測試他其實 你測試結果啊 這樣他們才會有競爭嘛 這樣他們才會去提升他們的效率嘛 這個可能我們還要再願意 你只公佈全國所有 每一家業者的總平均 那我們怎麼知道哪一家 好哪一家不好呢 可能不同的區域 我覺得我們是可以來 那你讓消費者去選擇嘛 所以你在台南市以後 你可以公佈哪一家的行動業者 個別的成績嗎 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沒有 個別的業者我覺得這個可能還要考量一下 考量什麼你告訴我 因為它會牽涉到那個市場 你怕得罪人啊 沒有沒有 會影響到這個市場的行政 得罪這些電信的財團 我們不用得罪 你公佈讓他們彼此去競爭嘛 要不然你明年不用 你不用賬這筆錢 你每一年花一千多萬去做這種行動測試 民間就有在做啦 我看有些電信業者 他的宣傳 廣告都說我第一 他引用的就是民間的測試嘛 那民間也有很多的APP 讓消費者自己去測試 跟委員說明一下 你如果官方啊 你做了然後不敢公佈 那何必編預算 跟委員說明一下 為什麼這個測試 跟一般民間在做的 還是有所不同喔 就是說一般民間做的 他可能是從這個定點消費者端 可是這個測試 委託TC做的 他包括定點的測量 還有行動的移動當中的 還有大眾運輸系統的 這個其實還是不太一樣 你做了 結果不讓消費者知道 失去了他的意義啦 我們會 而且你也失去了一個刺激 業者之間良性競爭的一個機會 我覺得啊 你們都怕得罪人啦 這些電金業者啊 都很龐大 那你使用了消費者 我們的錢 拿我們的錢去做了一個測試 那成績呢 長起來不讓我們看 我想應該不是說 你考慮啦 你考慮去把它公佈出來啦 我們會依照這個 我想縣市的部分 要不然你 我們怎麼知道哪一家電金業者 宣傳的是真是假 是不是這樣 這個我們來研議看怎麼樣 用適當的方法 既不影響市場 同時又能夠讓消費者得到 他應該要得到的資訊 主委 我們來討論一下 我請教喔 網路啊 在網路上 誰是主管機關 目前為止沒有單一的主管機關 因為網路上所有的行為 他可能有牽涉到智慧產權 沒有主管機關就沒人管啦 沒有大家都應該要 大家都應該怎麼樣 大家都應該要來關注上面可能會發生的行為 我要給你關注一點喔 假新聞的問題啦 網路上假新聞的問題 川普說啊 他這次美國選舉啦 是有史以來啊 最骯髒的 因為呢 百分之七十都是假新聞 他甚至說假新聞已經到達 國安 國安 沉疾的問題 台灣有沒有假新聞 有啊 前幾天就有一個啊 在講總統 小英的事情啊 那網路的假新聞 現在啊 有人管嗎 沒有人管啊 我跟委員說明一下齁 沒有人管啦 你告訴我 你要管嗎 喔不是 你不管嗎 你不敢管嗎 不是不是 這是看 NCC怎麼講你知道嗎 各位 NCC說啊 請各部會 如果遇到假新聞 你們要自己在網路上 建立一個辟謠專區 自己去解釋 第二個啊 你說呢 鼓勵民間設立一個查證平台 那 那 那妳做什麼 那我們NCC什麼事都不用做啊 不是不是 委員這個東西齁 牽涉到跟網路上面的行為 是要用什麼樣治理的態度 來看這件事情 這個我一定要很嚴肅的來說 這一件事情齁 當然要很嚴肅啊 他可能會引發國安的問題 或者說他假新聞的來源 本來就是以破壞國安為目的 那是另外一件事 但是網路上有非常多的資訊在 流動 那在流動的情況之下 國際上的做法 本來就是以自己的態度來 用 不對啦 國際上的做法 一直都是 我舉德國的例子啦 德國是不是民主國家 德國很民主吧 德國現在在考慮提案 他要強制社群媒體公司 要設立專責辦公室 你每一個社群自己公司 要有一個專人 有專案辦公室來處理假新聞 和仇恨的言論 對 這個是 那你業者如果不配合 德國準備啊 一條新聞就罰 50萬歐元 第一個這個是草案 第二個就是所謂的業者 那你啦 我們NCC做哪些事啦 那這個部分我們其實 我們NCC準備怎麼做啊 應該這麼說齁 就是說我們其實就是 你很怕去碰觸這個事情啊 沒有沒有 我看NCC目前的處理態度啊 就全部退掉啊 從來都沒有這樣子 假新聞各部會啊 自己去辟謠 當然要辟謠啊 跟他自己有關的 怎麼不是他辟謠呢 這何必你提醒 不不 你不用你提醒 人家也會去辟謠啊 你是做你該做的事情嘛 是 我們是做我們該做的事情啊 鼓勵民間去做一個 做一個什麼 查證平台 當然應該要由第三方公正的單位 來做查證平台 那你做什麼啦 然後NCC做什麼啦 我們facilitate這樣的機制 這就是網路治理的精神啊 好 那對假新聞 我們NCC有沒有什麼積極性的做法 我們會邀請業者 然後看看說 業者在國際上有什麼做法 他在台灣可以給我們什麼樣的機制 我就舉這個例子給你看嘛 德國他的準備要 要設立這樣的一個法律提案啊 來要求 來要求社群業者必須要有自律 我們目前都是道德 道德呼籲啊 是不是這樣喔 你說叫自律為主 低度管理 最近NCC是不是要召集這些網路業者在一起 你們最近是不是準備要請他們來 我們是本來就規劃要做這個事情 有嘛喔 對 討論的主題是什麼 就是針對真實查核的機制 在這些業者 他們怎麼去處理真實查核這樣的一個機制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積極性的要求 所謂的自律啦 不要只是道德上的口號 這個應該不是道德上的口號 而是本來就應該 業者他們也應該要做這個事情 那他們怎麼配合 總要有一個具體的想法吧 對 所以到時候就是請他們來 那妳呢 我們這邊呢 我們這邊就是看說這個機制怎麼樣去建立 對 對 當然啦 我們尊重言論自由 保護言論自由 就好像我們今天講的這個假新聞 最起碼啊 我希望見到NCC這邊要有比較積極性的 譬如說 既然談到假新聞 那什麼叫假新聞 假新聞的定義是什麼 是這樣嘛 這個部分我們 這個很難很 對 就是因為它是這樣的情況 到底什麼是真什麼是假 尤其是透過不同的加碼社群的傳遞 它可能會產生不同的樣態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我們希望建立的是一個真實查核的機制 我們希望看到NCC目前只想到這兩個辦法 叫各部位自己去辟謠 叫民間去做一個什麼查證專區 我們是不是能夠有作為一個 有公權力在手 你可以提案 你可以要求 你甚至可以修法 你可以制定 因為目前你只有廣電法 你只能管到 廣播電視嘛 你管不到網路嘛 但是我們會關心網路的東西 因為它會跟電子媒體有互動 產生它的網路效應就會很大 我們不希望看到 等有一天 所謂的假新聞 真的傷害到真正的社會的公平正義 傷害到我們一般人知的權利 那時候你在做就太慢了 所以其實 你們最近會請這些網路業者在一起 我希望你們這個會議 有什麼樣的一個具體結論 能夠讓本席知道好不好 是 這個一定會好 好 謝謝主席 謝謝主委 謝謝委員 謝謝